大家好,我是老僧 这期来说说古人是怎么清洁牙齿的 现代人用的牙膏、牙刷、漱口水 这些概念在兰宋就已经很普及了 人们把牙刷叫做牙刷子 当时的知名牙刷企业 有宁家刷牙铺和副官人刷牙铺 而宋代的太医局已经设立了口齿咽喉科 换句话说 当时的医学院已经有了口腔专业 而人如果牙齿掉了还可以补牙 南宋就有医生专门给人补牙香牙 不过无论是牙刷、牙膏还是漱口水 在中国的历史都非常的久远 接下来我们就逐个介绍 屏幕下方有进度条显示 好了,咱们开始 古人很早就知道清洁口腔的重要性 饭后必须漱口 不然会有蛀牙 战国时代的读书人 比如孔子和他的学生 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洗脸和漱口 另外宴席上吃完饭要虚口 虚口也就是喝口酒荡荡口腔 这说明战国时代的人知道 酒可以作为漱口水 不过漱口法并不能很好地去除口腔的食物残渣 所以古人很早也发明了牙签 1954年洛阳出土了八枚战国时代的牙签 另外那时候餐桌的你也要求 不要在大家还在吃饭的时候剃牙 宋代有个牛老汉 他每次酒后都会拿酒漱口 就算喝醉了也不会忘记 别人是酒后乱性 牛老汉是酒后漱口 除了酒 盐和茶也是古代的漱口水 唐代的孙思淼提到 每天早上用温水和一勺盐含在嘴里 这样就可以口齿牢固 茶最先还是作为中药材来使用的 到了西汉末期的四川开始用开水泡茶喝 而到了宋代就成了全民饮料 从国家总统到农民工 茶都是生活必需品 所以宋代之后茶是最常见的漱口水 苏东坡还介绍了喝茶可以防止蛀牙 不过漱口和用牙签剔牙 并不算是真正的刷牙 而古代中国人学会刷牙 是因为外来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在中国快速拓展市场 地后崇佛 士大夫谭佛 梁武帝甚至三次舍身出家 僧人的生活方式自然吸引汉人模仿 古代印度僧人 有一件必备的日常用品 叫做齿木 简单来说就是杨树枝 饭后用剥掉皮的树枝在牙齿上刮一下 再嚼一截新树枝 嚼完了再吐出来 所以这个齿木兼具牙刷和牙签的功能 清洁牙齿之后才可以去读经礼拜 在唐玄藏去西天取经之前 有一个更早的先行者叫做法显 他带回来的经书五分律中 就提到了一个刷牙的故事 而里面佛祖就明确说了 要讲卫生嘛 要教阳树枝 印度的僧人因为没有茶 也不能喝酒 所以不能用茶或者酒来漱口 不然这几位被点名批评的比丘 很可能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口臭 言归正传 佛教大范围传入之后 中国人开始学会用开牙来清洁牙齿 开有三种方法 除了用树枝还可以用手指 敦皇墨高窟有一幅唐代壁画 画的就是一位和尚蹲在地上 他左手托着树口瓶 右手中指正在搓牙齿 开牙齿除了用手指还可以用布条 也就是用小布条缠在手指上来擦洗 不过你应该也能猜到用布太奢侈了 法门寺石碑的碑纹 提到的这个开齿筋 是皇家供奉给佛祖用的 所以平民用的 更多还是用手或者齿木解决 常见的齿木是杨树枝 不过也并不是到处都有杨树 所以古人应必质疑 怀枝 桃枝 葛藤 也都曾用作过齿木 不过据说还是扭枝嚼着最舒服 不仅口感比一般的树枝要好 而且苦涩中还带有一丝丝甜味 牙膏是伴随着开齿法一起出现的 所以也是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出现的 古人把符令等中药材用废水煮开 熬成一种有清洁能力的药水 代替原来的漱口水 这种药水是最早的古代牙膏 南北朝的牛俊写了《类院》 在这本书中他提到用灶脚生姜等做成一款牙膏 每天开齿的时候使用 它有杀菌清热凉爽的作用 可以让牙齿洁白牢固 牙齿白自然就显得鬓发黑 所以让人显得年轻 这可能是有记载以来的最早的牙膏 唐代的《外台秘药》还记载了另外一种牙膏 叫做麻开齿方 用它来开齿 可以让牙齿清新而光洁 不过上面这两种牙膏 准确叫做牙粉 是细末状还不是膏状 到了宋代牙膏进一步升级 宋代的《太平盛惠芳》 记载了一种牙膏 里面的成分是各种树枝 所以有兴趣的各位网友 可以在家自己研制 前面提到的羊树枝作为牙刷 也就是把一头泡软咬开 这样就成了炸开的纤维状 很像现在牙刷的刷毛 古人意识到用动物的毛发 也能有这样的效果 而且经久耐用 所以早期的牙刷就发明出来了 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种牙刷 1984年成都指挥街遗址 出土了唐代牙刷 专家推测唐朝工匠先选牛或者马的腿骨 加工成10厘米长 1厘米宽的薄片 再在一头打上孔 把泡软的动物棕毛穿过孔洞 固定好修剪整齐 这样一把牙刷就出场了 这时的牙刷还是奢侈品 民间更多用的是漱口法搭配开牙 到了宋代 牙刷开始普及到民间 尼安城中的货廊 沿街叫卖日用杂货 货单上就有牙刷 可见当时的首都市民 普遍有刷牙的好习惯 甚至是每天刷牙早晚各来一次 所以才需要货郎们把牙刷送到千家万户 宋代的太医院设立了口齿咽喉科 而元代则把口齿和咽喉科分为两科 牙科成了专门的科目 元代的医书《圣记总录》对口齿病记录的更加详细 书中还记载了开齿固牙方 而到了明代则不仅仅是杭州这样的一线城市 就连三线小城市也开始刷牙了 冯梦龙的书中提到了一首明歌 嘲笑村记粗俗纳踏不刷牙 这从反面说明明代的各大城市已经普遍刷牙了 而只要是生活中用的东西就能有高低贵贱之分 比如宋元明出土的牙刷 就有用戴帽或者红珊瑚做材质的 最后提一下秦汉同时期的外国 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 人们用动物骨灰做牙粉来清理口腔 动物骨灰含碳酸钙 这可能是最早的含钙牙膏 另外也会把树枝的一头扎碎 弄成刷毛状 这跟古代印度的齿木原理是一样的 古希腊还会用布来擦牙齿 这种方法在秦代的贵族也小范围的用过 出土的秦代牙刷把前面的孔塞上布团 就可以用来刷牙了 而这些牙刷的饼是用青铜做的 这显然是宫廷贵族才用得起 总结一下 中国古代重视漱口 汉代开始各朝各代 医学家都提到漱口的好处 用盐、酒、茶来漱口的习惯 甚至保留到了近代 漱口水虽然能杀菌 但不能完全清理牙齿表面 所以古人还会搭配使用牙签 而普通的百姓是否也漱口和用牙签 史书并没有记载 后来用手指或者树枝来刷牙 成了新潮牛 这要感谢古代的印度人 东汉翻译的佛经 已经提到了用羊枝刷牙 不过佛教在汉代还没有广泛传播 所以用这个方法的人应该不多 到了魏晋南北朝乱世 佛教在中国奠定了广泛基础 在僧女的示范引导下 中国人也开始用羊扭枝开牙 所以古人送别朋友的时候 折扭相送 多余的扭枝也可以拿回去刷牙嘛 这时候早期的中草药牙膏也出现了 用牙刷刷牙的方法 在宋代得到了普及 宋代的文人学士 不仅有刷牙的好习惯 还流行补牙香牙 甚至把白的胡须染黑 不过陆游老先生不太喜欢这种时尚 所以老年的陆游淫湿的时候 很可能嘴角漏风 说话有点怪怪的 好了 这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用轻松的姿势长点知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本期内容如果对你有用 请点一个赞 老僧的频道是一个杂货铺 为各位看官提供各种有趣的文史类知识 这期要感谢网友CHCHAO提供的创意 欢迎订阅老僧的频道 感谢各位支持 我是老僧 咱们下期再见